大家好,我是中医师罗佩玲 为庆祝妇女节 桃园市政府社会局 今年特别以自信放运动 女力动起来为主题 规划一系列的女性免费运动体验课程 和线上健康课程 希望女孩子们能够活出自信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罗佩玲 平常在门诊 最常遇到有病人来 就是问头痛的问题 最容易担心说 医生我头痛会不会是脑部的一些问题 肿瘤的问题 其实头痛的话 有分脑内跟脑外的 那如果是脑内的一些头痛的话 基本上它是有一些特征的 就是如果你的头痛是越来越剧烈 即便是睡觉休息都不会改善 然后甚至会痛到恶心、呕吐 然后视觉上面可能会看到 有双重叠影的话 那就要注意了 你的头痛可能是由脑内问题引起的 那基本上大部分头痛的问题呢 都是我们讲的紧张性头痛 紧张性头痛的话代表你肩颈啊 头部这边的肌肉太过于紧绷了 那我们中医就有很好的穴道按摩 可以改善这个症状 那我要介绍的第一个穴道 就是我们的风驰穴 风驰穴的话 它是左右两边都有 在我们的颈椎的旁边 有两个大筋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就是用我们的大拇指 从耳朵后面一直往后延伸 延伸到我们的两边的那个颈部的大筋 往上推 这时候呢会有一个凹窝 就是凹窝的地方 它凹陷如池 就是我们的风驰穴 那按压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去给人家洗头会按摩的那个位置 那你用大拇指按压之后 用四只手指固定在头部 比较好施力 那你可以每次轻轻的揉按 或者是深度的压下去 或是用旋转的方式 一次的话大概是可以按的十到十五次 它就可以舒缓你的肩颈这边的肌肉酸痛 还有放松我们的经络达到一些止痛啊 像是头痛啊 或者是感冒头痛啊 或是肩颈酸痛的一个功效 然后再来的话一个穴道是我们的百慧穴 百慧穴的位置在我们的头顶的正上方哦 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前发际跟后发际的比例的话 是以5比3的比例去找 那大家会讲5比3很难对不对 其实不会困难哦 就是你如果头顶的后面一点点 你会摸到有一个凹陷 这个凹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那个小时候小朋友还没有愈合的性门 它愈合之后会有一个稍微平一点点的位置 它就是我们的百慧穴 那百慧穴的话 你可以用你的手的中指轻轻的按压 它有一个补气提气的功效 那如果你的头痛常常是头顶这块位置的话 你就可以经常按压我们的百慧穴来舒缓 那现代人可能因为活动的话 都是比较久做宏洞那样不足哦 那常常就会有肩膀比较酸痛的问题 那尤其是用电脑的人会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滑鼠肩 就是你可能用滑鼠用太久了肩膀酸痛 那我们有穴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 第一个穴道就是我们的肩颈穴哦 那我们肩颈穴的位置呢 就是先找我们身体的正中线 就是我们胸骨的这个终点 然后呢再找我们的肩峰哦 肩峰这个位置你把它这样子比出来之后 大概就在两条线的终点 在我们肩膀这边哦 最高最高的位置 那你把它按压下去的时候 我们有按到正确穴道的位置 你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哦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按上去应该非常的有感觉 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肩膀会紧紧的哦 那这个穴道可以多按 但是要记得哦这个穴道的话哦 是孕妇不能够按摩的穴道 因为我们这个穴道呢 它就是一般人都会知道孕妇不能拍肩膀哦 那拍肩膀其实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穴道呢 它会刺激我们的子宫收缩 所以孕妇是绝对不能按这个穴道了 然后再来的话有一个穴道叫做天宗穴 那天宗穴的位置它是在我们的背后哦 我们背后有一个三角形的 倒三角形的骨头 叫就是我们的肩胛骨 那肩胛骨的话 你把它这个倒三角形的最尖的位置往上做一个直线 那天宗穴的位置大概就是 上面三分之一跟下面三分之二的交界点 那因为它是在后面要怎么按呢 其实还蛮简单的哦 就是你把你的手 一只手跨过你的腋下 大约是中指可以摸到的那个位置 然后我们穴道的话你按下去 它会在肌肉跟肌肉之间有一个缝隙 按下去是酸酸的位置 如果你有按到的话 就代表你有正确的按到天宗穴的位置了 那很多女性朋友呢 在生理起来的时候都会有月经痛的问题 那月经痛我们可以按什么穴道做舒缓呢 那我们可以按三个穴道做舒缓 两个穴道呢是在我们的肚子 一个穴道呢是在我们的脚的位置 那在肚子的话是叫做气海穴跟观源穴 那气海跟观源呢它是在我们的肚脐 下方一点五寸跟三寸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找呢 就是我们先定位我们的肚脐 我们的肚脐到我们的就是肚子下面这个地方 它会摸到一个横横的骨头叫做尺骨 那从肚脐到尺骨这个位置 它是定位叫做五寸 那气海的话是一寸半的位置 那观源的话呢是三寸的位置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五寸找出来之后 先找一半一半就是2.5寸 下面一点点呢就是我们的观源 那你再把观源这个切一半 大概就是1.5寸 那就是我们的气海这个位置了 那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平常可能会用针灸去做一个定位 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想说 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位置 那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会建议大家在生理期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一个暖暖包直的放在这个肚脐上面 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气海跟观源这两个穴道 都可以被刺激到 它就可以舒缓你月经期的不适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三阴交的穴道 三阴交的穴道呢 它是在我们脚踝的内侧的位置 内侧的位置呢 我们要找四个手指 就用四个手指这样贴在我们的脚踝内侧 它在我们的颈骨的后圆 它为什么叫三阴交 它是我们三条阴面经络的交汇点 所以你常常按这个穴道的话 它会舒缓你生理痛 然后有些人可能觉得月经来好像有点排不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穴道你按压之后 它会让你的筋鞋也排得比较顺畅一些 那很多女性朋友呢 其实在身体起来的时候 除了会有月经痛下腹肿胀的情况之外 连我们的大腿啊小腿啊都会觉得非常肿胀 那这个时候除了注意就是不要摄取过多盐分啊 吃的比较清淡一些 那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穴道按摩来舒缓这些不舒服的情况 那我要介绍的第一个穴道呢 就是我们的阴灵拳穴 那我们阴灵拳穴的位置呢 刚刚有介绍那个三阴交 那三阴交跟阴灵拳 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小腿 颈骨的一个后方 就是这一支骨头的一个后圆 然后它主要是在骨头跟肌肉的交界的一个位置 那阴灵拳穴它的位置蛮好找的 就是我们骨头这边有一个转折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好像有一个凹陷 它就是一个转折的一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用我们的大拇指在这个位置轻轻的按压 那每次的话其实穴道按摩 你都可以按个10到15下 那早晚都可以做这样子的穴道按摩 或是甚至你只要觉得脚酸水肿的时候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穴道呢 就是在我们的大腿的外侧 那我们大腿外侧有一个穴道叫做风式穴 那风式穴的位置它非常的好找 就是当我们的双肩放松 然后双手自然下垂的时候 我们的手中指会碰到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风式穴 那风式穴的话你先定位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肌肉是属于比较肥厚的 那一般用手按牙可能没有办法按得很深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双手握拳 你可以用轻轻敲打的方式 在这个风式穴上面这样子做拍打 那我有一些之前有些人可能会用拍胆筋 也是用这个方式 因为风式穴就是在我们的胆筋上面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小腿后面还有一个穴道叫做 橙山穴 那橙山穴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小腿当你踮脚的时候 我们肌肉两条肌肉的一个缝隙里面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我们的橙山穴 那橙山穴的话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按压 然后它可以帮助我们后侧的一些肌肉的一个放松 就是当你运动完之后 如果你觉得小腿非常的紧绷 那或者是身体起来的时候小腿觉得很肿胀 也可以按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橙山穴 那相信睡眠的问题 应该也是很多现代人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困扰 那这边要介绍一个我们帮助睡眠的穴道叫做神门穴 那神门你看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安神的一个守门缘 所以它的位置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先把我们的手 就是手腕这个地方的碗横纹找出来之后 它在我们碗横纹小指的下缘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这边摸一摸会发现这里有一条筋 就是有一个硬硬的筋 它是我们的肌腱 它在我们肌腱比较偏外侧的地方 所以当你晚上在床上翻来翻去 好像失眠都睡不着的话 记得就是轻轻的按压这个穴道 它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安神的一个调理 你可以按压然后配合你的呼吸 深呼吸吐气 然后用腹式呼吸吸气吐气 尽量把它拉到5秒到6秒的时间 去那个刺激我们的腹脚感神经 那搭配穴道按摩 我就可以帮助你一夜好眠咯 今天的课程相当的实用 大家都有记起来了吗 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快乐的人生 我们GOO 我们G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